老花一美的一达 简洁版 第一个臭宝求旧 水大 第二个臭宝有旧吗 有旧水大 第三个臭宝 看看茶花怎么了 白粉病 用什么三做铜 第四个臭宝 其根小叶树光叶 这个没几个叶快凸了 水大 秋光通风差 下一个臭宝 红掌 怎么回事 水大 再下一个臭宝 鸭胆木怎么了 水大 你看不光是水大 这个臭宝呢 这个叶子的背面是各伤的 应该是刚买了没多久的吧 这个问题不大 别的没啥 绝不说就点个关注 白了臭宝 你是不是看到这的时候 你觉得今天怎么弄短 怎么到处都是水大 它其实花了没的问题 它都是那件事 它只是有一批不同的新人进来 其实养花来来回回 就五个字 光水土气飞 你看还有啥 没啥了 就跟人一样 人来回生的病 你看除了五脏六腑就四肢 还有啥 没了呗 对不对 心脑血管 那还有啥 来来回回就那几样病 你看医院里边从来是不断人的 你去问大夫 你看牙科大夫 鼻炎的都治不了 他还得找鼻炎的大夫去治鼻炎的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 树叶有钻工对吧 这养花本来就这样 有些话说 来来回回就那几句 来来回回就那几句 他来来回回就那点症 你要跟话没一直说 我那个字领视频也说光水土气飞 这是 养花十年男学生已经 他一年就学个专家汉 但是他有的臭膜 他就是不开窍 你怎么办 就跟小学一样 你不论是哪个年级 从一年级到八年级 他总有那些个别的学生 他不开窍 他一开窍来 他就学得可快了 这花游也是一个道理 你嫌烦 我也嫌烦 我天天还接触这些事的 点个关注吧 下期好好跟你聊聊 白了抽吧